我诚深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其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讲《贤据论》的最后一节课吧 这次我们以纲要性地讲《贤据论》 那么这样也可以说中观根本活论的传承大家都已经得到了 中观根本活论的传承都得到了 中观根本活论的传承得到的话 以后如果我们去弘扬都可以弘扬 如果你去讲中观根本活论也好或者说《贤据论》 也是虽然没有得传承但是因为它是显宗的 有些时候像我的话《云南盆经》都是没有传承 但是也算是给一个辅导的方式这样的讲经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开许的今天我们昨天二十四品当中 后面的一部分可能还没有讲完就继续讲 里面有个颂词叫做《众因缘胜法》我所即是空 也为是家民也是中道义这个偈颂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种种因缘而产生的这些法 种种因缘而产生的这些法 这个偈颂很差 半天差 拿不出来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依靠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地水火风也好 因为我们缘有四种缘 等无间缘 所缘缘 增上缘 这些因缘而产生的法 佛陀在相关的经典当中说这个是空性的 合法缘胜必无胜任何一个法如果是依靠因缘而产生 不会产生的它肯定是空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因缘而产生的法 昨天我们前面第一批里面所讲的一模一样的 所以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只要因缘而产生的话 那它绝对不是石油的它一定会是空性的 那么这样的空性只不过是假命而已的 假命大家都知道是不真实的 就像《贤举论》当中也不是讲的吗 如同车轮等各种之分集聚这个名称为车 我们所谓的车不管是轿车也好或者大车也好 这个车没有观察的时候你好像觉得真的是有一个石油的东西 但如果你去观察的时候原来是它的车厢 车轮还有车的方向盘 各种各样的灵散之分集聚在一起的 如果你把这些灵散的零件或者这些质分全部分开 全部拆除的话 那所谓的车根本不存在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车原来都是不管是马车也好 轿车也好 或者是拖拉机车也好 拖拉机可以叫车吧 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车也是一样的 那么以此类推的话我们世间当中有名称的 我们认为是包括我在内的 因为《入中论》当中经常用车的比喻来观察我的相续 这样我们都知道确实是我们世间当中 凡是因缘而参生都是假的就像车一样的 以这个比喻来说明一切的因缘而参都是假的 那么这个在命运当中它是缘起法 圣意当中全部是空性的 这叫做我们经常所谓的缘起星空 缘起星空或者是中道义 中观道的意义 它这里中观道就是这样的 在世俗当中有现现不灭的如梦如幻的现象 但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任何一个世间所谓的聚合或者所谓的 所谓的我们认为是石油的东西 哪怕是任何石油的东西 瓶子 珠子也好 或者说你心常所习惯的收音机 电脑或者说 任何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有一个合合的一种假命 我们把这个假命当作为是它 但实际上它是由无数的围城组成的 或者我的话我就是昨天讲的一样无云的聚合而已 这样无云的聚合也是用智慧观察的时候 就像我们昨天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那个聚合品里面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聚合品里面 这个无云的聚合是怎么样来的 那么这些我们一一观察的时候 其实中原产生的东西全都是空性的 也是假命的 这叫做中观道 所以我们学中观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个道友不是理论上 你自己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最后真正对般若法门 生起一种相识的也好 真实的也好或者真正的开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一点我想并不是很难 因为依靠观察 不断地观察的话 最后这样的道理生起非常坚定的信念 这时候基本上是你通达中观 那个时候你不管是用文字上面的任何游戏 基本上自己都有所了知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心里对这样的中观一点都是没有领悟的话 那可能学了什么中观三论 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入中论和中观根本会论和四半论 藏传佛教当中最重要的 像汉地也经常讲十二门论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观 那这些中观你学了也是只不过是种下薄弱的种子而已 起不到可能更多的作用 因此我看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在自己分析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对中观有一种不同的见解 这就是中观的见解我个人不敢说 什么其他大圆满的大现空无二的见解不敢这么说 但是中观应该有依靠恩师们的加持吧 也通过自己的可能努力吧应该对稍微有一种可以这么说吧 自己也认为自己对中观的空性方面有所理解也好 领悟也好 应该有一些但这种如果用语言来说可能也没办法 我以前也是跟很多学中观的道友都劝他们好好地学 学着学着的话到最后你就特别喜欢中观一直是不愿意放下来 看到中观的时候都是特别喜欢的这个时候 你至少也是对中观法门有所一些新的灵回吧 就像我们可以讲一种灵回 所以刚才这个教章也是很出名的大家也应该清楚的 很重要的 戒指说 为曾有意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失控制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万事万物的法当中没有一个不是因缘而产生的法 这一点也确实是没有的 不管是哪方面的心的法也好 旧的法也好 寂静的法也好 运动的法也好凡是所有的动静也好 气情也好 现有也好 我们说现有万法 动静万法各种各样的法 不是因缘而产生的法在这个世界上是你寻找不到的 这个缘故一切法都是空性的这句话很关键 大家应该可以这么讲吧在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叫嘎巴堪波 他那里也听了一些法他就更开始引用这个教证吧 我听到的时候当时很喜欢不知道是哪里面 后来我问堪波这个是哪里面的教证你刚才引用的 然后他说是《中观根本活论》里面的 其实老法师们还是一辈子闻思很多的修行经验 高巴堪波当时我们学院我刚来的时候经常 高巴堪波坐在这边的他有一点胡子 他在法王讲课的时候有时候自己慢慢摸自己的胡子 然后我就坐在这边的柱子旁边 然后嘎多堪波是在后面我们当时法王最喜欢的两个老堪波 嘎多堪波有时候破坏法王的元气 但嘎巴堪波跟法王一起去过失去 求学也算是他的一个同学 然后有时候法王在那边讲的时候他自己经常把自己的胡子一直整理 这样他这个胡子很好看的 就这样的当时对我恩德很大有一次我去安居 回来的时候法王讲了很多幻幻王包括《光明藏论》和幻幻藏大书 就遣除一案的 我就很伤心别人得到了 我没有得到的 后来叫嘎巴堪波能不能给我讲他单独给我讲 当时他住在牟尼堡区这边的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听法的时候他引用这个教证 确实有时候可能听到了某一个词对自己熟识的一种善根复苏也好 或者欢喜也好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我个人而言对中观法门应该可能说是 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前世应该是稍微有一点因缘吧 以前我大概应该是十三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稍微认识一点字 有一次我们有一个亲戚叫云灯 他给我给了一个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相当于笔记本一样的 里面有莲花生大师的一个某约传 但后面有一句我们经常引用的吃法加费我 我费故济学《入行论》里面的那个偈颂观察人物我的 说是有一个喇嘛赤罗他受写的有一个 当时我一边在学地里在宿众里放牛的时候 我就翻了翻 后面有智美当时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来自于什么书里面 但是听了以后 看了以后感觉很好 因为我当时在那种环境当中确实也是比较糟糕的 但是实际上自己单独放牛的时候好像确实对啊 我不是牙齿 我不是头发 我不是指甲 我不是肉 我不是血 我不是骨头等等 这样说的时候这个很好很好 后来出了家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来自于《入行论》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小的 但是可能有一些前世的波若空性的因缘 也许可能即生遇到佛法遇到空性法门也是有一种因缘吧 这种因缘也是很难得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有些遇到密法的时候年龄都比较高 有些包括中观空性 波若思想 有些可能很年轻的时候遇到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对自己的善根好好地保护 同时对这些中观法门应该很好地去修炼或者分析 这样逐渐逐渐佛陀的加持 传承上师们的加持 对中观空性 波若法门自然而然有一个很甚深的领悟 那个时候你的见解不会被他人所夺取 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刚才也是讲的了 在整个世界上没有缘起法的法一个也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个原因只要是因缘而产生缘起法 那肯定所有的法都是空性的不空的法肯定无不是空者 不空的法也是得不到的我们那个《中观四百论》当中 《智制无缘起》好像《现具论》的解释当中也引用了那个吧 就说如果有智慧的人对缘起法门应该是能领悟的 所以如果我们缘起法已经通道的话那可能在整个所知万法当中是最上最最的领悟 就是如果我们得到什么地位也好财富也好或者美貌它不一定是很可靠的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真正是得到了中共部落的缘起空性的见解 就是领悟缘起空性的见解的话我觉得一切所得当中它是最重要的一个 这是我们这一品当中引用了这两个教证后面有没有等会看看 二十四品和十八品很重要 所以二十四品已经念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念二十五品 二十五品主要讲涅槃品 这里的涅槃实际上万法的自性或者如来达到的这种 如来最终达到的那个境界叫做涅槃 涅槃品当中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 世间与涅槃也无有少分别 也是以前用过一切万法的思想的涅槃法和 世俗当中经常所显现的世间 这两者实际上是从涅槃与世间层面来讲没有任何的分别 然后从反过来说世间与涅槃也没有少分别 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诱法 所有世俗的这些法它的本体就是涅槃法 就是自性法都是清净的 所有这些所谓清净的法它的现象就是所谓的涅槃 也就是说我们彼此经常讲 现即是空 空即是现 现不予空 空不予现也可以这么讲 那么涅槃就是世间 世间就是涅槃 我们有时候也是讲烦恼即菩提或者说 所谓的一切烦恼是如来一体 所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道理 那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开悟呢 其实世俗因缘的障碍没有遣除 当你遣除所有的障碍那涅槃法当下就现前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清净刹土也好 所谓的清净法在当下现前的 并不是在另外的一处寻找寻找寻找最后得到 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讲一切众生 现在都是跟如来无二无别的原因呢也是这样的 当然这样的道理是非常深奥的 我们一般的人显现就是显现空性就是空性 然后这两个要结合起来就像错黑色和白色的绳索一样 不一定当下会领悟的 但如果我们把中观的分析方法一步一步地实现 去观察然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 原来众生束缚在轮回当中 被自己的分别妄念一直覆盖没有现见本有的真相 一旦真正见到这个时候你当下就觉得 哦 确实原来我所谓的贪嗔痴也好或者傲慢也好 嫉妒也好 这些所有的现象原来就是警察而已 在这个时候完全都是明白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习这些中观确实很有意思的 你学了中观以后跟世间人的很多见解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世间人所追求的这些法我们所追求的法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但这种不同光有一个不同可能也没有什么的 但是不同的话我们自己应该是觉得 世间人不懂这个好可怜啊 有这样的 尤其是世间从来没有学过任何宗派是更可怜的 哪怕是外道的话学过一点宗派也许是更好的 我们所谓的外道嘛 外道按照荣颂班智达莲花生大师的《窍解解满论》的注释当中说 所谓的外道其实跟涅槃的大海 彼岸呢 就是靠近涅槃的岸边的宗派叫外道 意思就是说其实外道的宗派比什么都不学 或者完全是断派 邪派以外好像他们也毕竟是有自己的一个信仰 有自己的一个移处吧 归宿吧也是比可能什么都不学还好一点 因为至少自己有一个信仰 当然这个信仰可能也有写的也有证的 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中观思想 应该是很有必要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去学得比较扎实一点 哪怕是你学一部论典的话 这部论典确实我有很甚深的因缘 自己最后好像这部论典对我带来的利益是无穷无尽的 比如说有些人得到世间的利益 像一个世间的大学生他当时在大学里面遇到某一个老师 觉得这位老师对我的恩德很大 我的命运有改变的我的人生有转变的 如果在我们的佛学院当中遇到一个好的法师 或者堪布堪摩他觉得这个人是真的非常感恩 因为他的一些开导转变了我的命运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同样的我们学一部论 我们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们对龙母菩萨和 对寂天论师还有悦乘论师特别特别地感恩 不管是他们赞叹的文章当中看也好 平时在教谈过程当中听到这些论师的时候也特别地感恩 所以藏地的很多大德去印度的时候一方面他们很想朝拜 像释迦牟尼佛的各个圣地同时他们很想朝拜 曾经在那里寂天菩萨 月圣菩萨他们带过的这些 如果对你的人身和对你的见解有特别大的改变的话 那不仅是对这个人很感恩无穷 对这个地方倒是很有不同的会议也好 对他有不同的一种 怎么说 不同的什么啊 感觉好吧 很难听你们也不纠正 我的汉语也不好 我的汉语很糟糕 很糟糕 下面是应该第二十六篇观察缘起品 下面讲到十二缘起 众生吃所福 为何其善行 第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一切食心果 随心如流去 就是说 众生因为无名愚痴 就是因为众生无名愚痴所改 所以后来他们因为无名的福盖之下 他的行为造的业有三种心 也就是善行和恶行还有不动心 有三种心 因为有了善行取入善趣 有了善行取入善趣还有不动的意 也是经常处于一些包括天界的有些禅天当中 所以众生在六道轮回当中不断地旋转 那么旋转就像宗观宝马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就像悬火论一样 五十五种的流转 但一旦我们通达了智慧 以这种智慧宝剑断除了无名的根 那所谓的心 事这些一一地推翻 或者从无名断除以后从老师开始想理性的 也断除所有的十二缘起 所以这里的十二缘起也是很重要的 佛教里面一般我们就讲十二缘起 尤其是《大圆满信心修习大特殊》里面讲得比较清楚 这里的十二缘起也好 前面《入中论》里面的有些颂词 跟我以前翻译的麦彭仁波切的颂词 还有后来我们做的讲记里面的有些颂词可能有所不同的 有所不同的原因的话 实际上《中观根本会论》颂词的后面也说了 藏文译本应该有好几个译本 因为后面是《日成义士》他翻译的 《日成义士》翻译的跟现在 我们麦彭仁波切的注释里面原来稍微有一些跳动的 这个里面的翻译比较相同的 然后可能俊摩罗斯翻译的跟之前的翻译比较相同的 《现居论》里面应用的 和以前藏地普遍应用的这两个颂词有点不同 所以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苦恼也好 麻烦也好 因为《现居论》可能是印度的 因为《现居论》他在印度的 我看造《现居论》的时候 应该是当时月城论师把《入中论》都已经造完了 做完了他经常引用我的《入中论》当中是怎么讲的 还有当时应该《中观四百论》也已经造完了 在《现居论》当中经常引用《生天论师》的《中观四百论》 我们在学《现居论》的过程当中 也应该发现他的《入中论》是之前造的 《生天论师》的《四百论》也是之前造的 所以他在这里也经常会引用 但不管怎么样他那个时代是什么样 后来译成藏文的时候应该有《前一》和《后一》 《前一》的这种译本我估计 因为没有现在一个特别可靠的依据 但我估计他的《前一》跟《九摩罗斯》的译本比较相同 其实这里面《中论》的这个译本跟《赞文》当中的 《般若》等的译本《大藏经》当中也有 这个里面的《赞文》的颂词也不同我以前对过 我以前对过所以现在《赞文》的话 可能《中观根本回论》的翻译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 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用麦彭仁波切的注释译的时候 因为这里面的颂词可能是后译的日诚意思 就是他的翻译然后我们现在用《现究论》翻译的时候 也是可能是之前的翻译 因为之前的翻译现在《大藏经》《论诸》当中 也找不到他之前的翻译 之前的翻译到底是像汉文的话 很多不同的译本都可以找得到的 他前面的翻译我们这个译诗里面叫《龙床译诗》 藏著当中他翻译的后面的翻译在肯舌门的班智达和一起翻译的是 那个叫做《日诚诗》 就是《入中论》在藏文当中也是有两种译本 大家应该清楚的我们经常背诵的 原来法王也说过日诚意思的翻译比较好懂 我们背诵的时候翻译日诚意思 这些是稍微带有一点学术 不爱学术的人可能会打瞌睡 所以我就进入主题念传诚 所以你们可能经常也遇到不同的译本的时候也比较苦劳 我也是这样的但有时候也没办法 原来我们讲《心经》的时候也是遇到 刚开始讲的时候 纠摩罗斯的翻译和唐玄宗的翻译到底是用哪一个 唐玄宗的翻译特别接近藏文 纠摩罗斯的翻译在汉地特别兴盛 特别大家都会念这个 所以有时候不同意识的意味 也在选择上出现一种选择中和证也会得这种病 下面是最后一瓶 这个最后一瓶就是邪见瓶 那这个邪见瓶的话 这个颂词当中最后有一个颂词 这个关《邪见瓶》吧 这个当中 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通过各种观察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 一切法空的话那世间的长见也好 短见也好 或者说其他各种各样的有的见解 无的见解 是非等等这些见解有十六种见解等等 这些见解在任何地方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情况下怎么会能生起这样的见解呢 谁能生起这样的见解呢 在《未经观察》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是正见 邪见 但到最后一切见解同等的时候 除了利息的中观 剥落的思想以外 其他凡是有相撞的所有一切的长等这些见解都一无所得 就像虚空一样了不可得这样的道理也是很明确的 所以说我们在断除一切见的时候 在这里一切有见 无见 空见 断见一切见都是没办法的 那这样有些人可能讲那你中观的利息见也是不是见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见 但是这个是暂时给众生指点的时候只有这样 就像我们用手指来指示月亮的时候 暂时我们的手指并不是真正的月亮 你依靠这种表示方法来得到而已 实际上不可能依靠语言来言说 依靠一些分别念来制止 也就是说它是远离所有的工具一切都没有 但是对凡夫众生来讲没有这样的指点方法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在禅宗当中也是这样吧 到最后你真正开悟的时候 好像所有的语言全部都苍白没有用的 所有的知识都没有用的禅宗当中也是这样讲 密宗当中也是依靠月亮也好 依靠水晶球也好依靠一些上师的智制也好 这些都有但实际上你远离一切间接的究竟境界 也是用语言来了解确实是很困难的 但是最后要找到真正正见的时候也不得不用这些语言 如果这些语言都没有的话可能众生也一直耽著在一个有向的法上面 所以说应该说是《中观根本会论》的颂词当中 这个邪见品的最后一个颂词刚才我引用的这个 然后按照《贤句论》好像最后还有一个偈颂 这个也放在第27品的最后 稍微可能他们意识翻译架的方式有点不同吧 按照藏文的这一品可能汉文也是这样的吧 我记得九摩洛师的不是记得很清楚 但是中观的这一品也就是说 《关系见品》是第27品中的 然后最后一个颂词这个是龙猛菩萨的话 最后也是以非常感恩的表达方式来 对本师释迦牟尼佛作赞叹也好 顶礼也好 说去谈大僧主念名所正法细断一切见我尽其数理 这个应该是按照我们当中 最后它不是属于《邪见品》里面 这个颂词当中不是属于《邪见品》里面 但是《贤句论》当中 它还是属于《邪见品》的最后一个颂词 意思就是说 去谈 释迦牟尼佛经常是敲打目 去谈 去谈大僧主实际上是念名所有的众生 他所说的正法 他所说的所有八万世间法门的正法当中 实际上最究竟的是什么呢 最究竟的就是细断一切的见 因为真正的般若空性 没办法有一个实有的见解 这种见解所以在整个世界当中 有一个真正能给我们说这样的见解的话 那他世界上是最伟大的人 因此龙猛菩萨他也是用最恭敬的方式来 向本师释迦牟尼佛再次顶礼 因为我们前面也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顶礼举在这里也再次受虑 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不管是你在演讲也好 或者自己在有必要的时候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样的 以前的一些大德们也经常用自觉化 所以用自觉化很有加持力的 他也可以说对释迦牟尼佛的大慈大悲 和他的智慧全面地做了一个赞叹 龙猛菩萨因为他前面念名所正法是他的大悲心 然后断除一切见讲智慧的 所以智悲双云的这样的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龙猛菩萨也顶礼的 龙猛菩萨是得一地菩萨 最后直接前往极乐世界的大德 所以他这样顶礼的话 那我们一般具有一切束缚的凡夫人为什么不顶礼 大家也是应该清楚的 这个是我们《献据论》 整个全文二十七篇都已经讲了 虽然《献据论》我在法王面前是没有听过 但是确实《中观根本会论》在上师面前是听过的 我是对上师的这种法很执着的 原来有一段时间想过法王面前所得过的这些法 尽量地给大家传授在有生之念当中这样想过 当然部分的我已经传给大家了 但是全部恐怕也是有一定的困难吧 像以前法王如意宝八年那一年传的法都是 有如中论 月城论师的姿势 反正一年当中传了很多的法 那么我们全部的意宝给大家传授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至少也是像般若方面 经庄严论 还有相关庄严论 如中论这些早期也是传过很多次 然后后来我们的道友可能很多都是信的 早期这些得到的就不知道现在也不在了 这样我们后面也是给大家讲 《中观根本会论》的原因也是这样吧 我们零四年的一百多堂课可能好多人 有些人已经前往极乐世界了 然后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前往 准备前往极乐世界过一段时间前往 很难说啊 《根本会论》颂词的后面小字当中 对龙猛菩萨有一大堆的赞叹 这个应该是以前的翻译当中有的 然后他后来的依序 藏地以前有一个真的国王 他就是封召吧 印度的堪布乌玛巴尼拉格尔巴等 我们藏地的西金罗采瓦文得尼巴 这是第一次的他有二十七品 有四百四十九颂两卷半 藏文是这样的后来肯萨米尔的五语中央 一个叫做宝珠殿堂当中也是卡切的 肯萨米尔的堪布叫巴斯玛德 藏地的翻译叫瓦叹尼玛迦巴 他按照《现局论》重新教证的 殿堂里面有一个印度的班智达和 也是刚才前面的日程仪式他翻译的 我们藏文当中和《现局论》的后面 都有约乘论师所造的 《现局论》的后面也讲了 说是约乘论师依靠描绘的牛 在石斑山花的牛的花纹上积赖给僧众供养的 他具有如此成就的断除一切众生邪见的 这样的约乘论师造作 我们《入宗论》当中也是这样的 所以约乘论师当时我好像讲过吧 当时在约乎 那兰陀斯的大方丈约乎那里出家 约乎知道他的境界是非常高的 但是显现上约乘论师一直整天都是 除了吃喝 睡觉以外也不发心 也不做闻思修行很多僧众对他特别的不满 后来约乎害怕他们生起邪见造恶业 约乘论师跟一个叫日程他们两个放牧去 他把牛全部放到森林当中也不好好放 后来他就供养僧众的时候在石板上 有些说是石板上有些说是在帐篷里面的一个上面 有些说是在经堂的门口上 不管怎么样他在石板上画的好多牧牛 然后在牧牛上开始寄来 寄来以后这些肉质品就供养僧众 后来约乘论师也是亲自现前 他得到了如此大的成就 这种成就也是非常的了不起 约乘论师是这样放牧的 所以我们大德当中也好很多道友里面 有些是以前当农民的有些是当工人的 有些是当牧民的 以前那个不是一个叫憨山石德 石德也是放过牛魔 当时好像风干禅师七只老虎来国庆寺的时候 他路上见到了小孩但是他又不听话 所以有时候寺院里面不听话的那些 也是比较大成就者也是这样的 他根本不听话 有一次好像僧众正在诵劫不杀的时候 他们好像不听话的时候我忘了那个故事的情节 他当时让他放牛 寺院正在坐菩萨仪轨的时候 他把这一群牛在那儿干过来 然后就大声地笑 后来阿瑟丽特别地不满你为什么这样 我们现在正在做仪式你把这些牛群带到这里来干嘛 然后后来石德说我是为了让他们得毒吧 然后以前这些牛当中的 好多都是我们寺院的那些僧人他们不好好地受持因果 然后他就说什么什么绿是站出来 然后白色的牛就出来了 然后什么什么以前的阿瑟丽 威罗士等等 这些时候一头一头的牛就开始站出来 后来所有的僧众特别地害怕 哎 特别地害怕一次他们整个僧众的因果观念跟以往不同 但是石德在显现上经常会这样的 有时候好像有一次都是他们的粮食被乌鸦吃了 吃了以后他很不满他对窃脱菩萨用棍棒打 你连僧众的这些粮食都不能保护你还是当个护法生 结果当天晚上所有的僧人一起得梦 梦到说石德打我 石德打我 同样的梦 第二天他们看经堂里面护法生的时候 确实石德用棍棒来打过 他身上的奋斗都毁了 石德打他 但是石德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者 后来好像憨山和石德都是不思如生 直接前往精进刹土 有些书里面说是 石德是普贤菩萨的化现 憨山文殊菩萨的化现 风干禅师是阿弥陀佛的化现 也有各种好像我们以前也讲过 但这些大德不管是放牛也好在寺院当中也好 就像悦乘论师还有寂天菩萨也是在寺院的积虑当中 有时候不太听话 然后观家们也遇到一些困难 现在像悦乘那样调皮的人也不一定有的 然后像梅治巴那样的观家也不知道有没有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特别感恩 就是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给我们留下来的 般若空性的这样的思想 今天我们也算是把现局论以比较坚密恶药的 非常坚虑的方式来奉献给大家 因为我辛辛苦苦翻译出来了以后 有时候没有真实的传说也是自己觉得有点可惜 传了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也许可能会比较重视 以后在各个地方自己应该会弘扬这样的薄弱思想吧 但以后能不能弘扬薄弱思想 最关键你自己有没有一栋领悟 你自己有的话只要有机会的时候你肯定会弘扬的 如果你自己在求学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什么感觉 那你下来之后肯定没啥感觉 那弘扬也弘扬不起来 所以最关键当你求学的时候确实是要有认真的心 就这么说 精进的心